彭醫生巨響休旅車 暴衝進店裡面 鐵門變形掀開 綠門也噴飛 碎玻璃四件 但車還沒停 往前撞翻到店家內 才停了下來 招式駕駛沒有外傷 還能自行脫困 但救護人員問話時 卻語無人次 明顯意識不清 人家疑似因為血糖過低 才會釀禍 鐵捲門 綠門 歪七扭八 餐桌椅支離破碎 這一幢八米糕店 高得一片狼藉 萬幸的是米糕店 剛好工修沒營業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招式的六十四歲 零性駕駛檢測後 血糖只有三十 不到正常值的四分之一 目前還在醫院觀察 只是開車上路 還是得多留意身體狀況 畢竟撞車賠錢失效 要是賠上性命 後悔莫及 這層事員台中報導